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长寿花进入了9月份 下期,即将进入了10月份 那么我们再养殖长寿花 如果长寿花不开花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注意好两点 那么很快就能让你的长寿花 花芽分化 我们聊的话题最多的也就是这个不开花 那么为什么它不开花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给它控水 一定要把这个盆土干透了之后呢 再给它一次浇透 在浇水的同时呢 我们要给它测试一点这个磷酸二青甲 因为它含的磷甲肥比较高 有利于促进它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给它浇换的话 比1500毫升测试水给它浇换 不适于给它用的太浓 如果浓度太高很容易烧根 每隔七天给它浇一次 那么就很有效地促进它花芽分化了 第二点呢,就是光照 光照一定要保证充足 但是呢,也不能给它直射 在晚上的时候呢 室内的光照也不能给它照射到 就要想办法把它遮住 还有呢,这个土养呢 一定要保持疏松透气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因为长寿花 它是比较使酸性的一种植物 这个土养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微酸性的 这样才有利于它生长 如果使用的这个土养 比较容易绑结或者是成碱性的话 我们每隔十天给它使用一次 这个使酸性营养液 坚持使用三次以上的这个土养呢 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